少年的林云如他30号挺进了铜牌战 对战德国前球王一度战成了3比2听牌 差一点点这个铜牌就要入带了 但很可惜错过了4个散幕点 站到了第7局还是败给了奥恰洛夫 阎兰超过了百年的乡亲是透过了大荧幕观战 直呼都好可惜哦 还有人说差点都要哭了 台湾足球一哥天才少年林云如挺进铜牌战 对战德国前球王 32岁名将奥恰洛夫 一度战成3比2听牌 第6局双方拟来我往林云如有4个赛末点 可惜没能掌握双方打成3比3平手 决胜的第7局小林同学一路追到7比10 最后还是不敌德国前球王和铜牌擦身而过 林云如家乡宜兰超过百名的乡亲 透过大荧幕观赛都直呼好可惜 差一点啊 差一点哦 快哭出来了 怎么说 太可惜了 差一颗 差一颗一名 无缘铜牌 但小林同学一度在第6局 差一颗球就能摘下铜牌 但阿嬷说林云如在她心中已经是金牌 毕竟球场上都有私营了 我们已经很尽力 而且分数相近了 几乎都要赢了 我们很高兴 没有不高兴 林云如这回对上世界排名第8的奥岔洛夫 当年就是她击败庄志渊 让台湾中球项目止步奥运四强 没想到时隔九年又是她让台湾止步四强 接下来8月2号 林云如将和前辈庄志渊陈建安 出战男子团体赛 强强联手 盼再为台湾夺下奖牌 记者林振坚 陈信仪台北从报道